现在呢 就是靠舆论的力量 靠造谣 污蔑名人的这些伎俩 一一被戳穿 最近又有不良自媒体 在网上发布谣言 说吴亦凡 因为什么得皮肤病 手带脚铐 到医院去诊治 结果被证明是谎言 这个照片也是合成的 还有这个据说这个 陈璐呢 就是诽谤这些 就是爆料这些 霍尊的这些事情 都是看准了 霍尊家爱面子 一定会 就退圈做出反应来 所以吓得黑手 所以你看这个 诽谤吴亦凡的都美族 还有吴亦凡身后的 这些骗子携手诈骗犯 还有陈璐 和他的这些背后的 这些无良自媒体 他们诽谤吴亦凡 诽谤霍尊 对不对 最后得到的结果就是什么 变相提高了他们自身的热度 和上了热搜 所以你看都美族 这个流氓表子 都快都要准备开始演电视剧了 演电影了 名利双收了 他何得何能去成为 人们喜爱的偶像 就是因为他就是爆料的 无耻的那个和这个吴亦凡 性爱的这个细节 对不对 这就是他的功劳 真丢脸啊 对不对 我觉得从最初我就认为 这是一个骗局 如果不是骗局 到现在都几个月了 为什么还没有给吴亦凡定罪 就是因为没有任何的实锤证据嘛 就是靠几个人在这胡说八道 就就开始就给人批捕 我觉得批捕都不是真的 人家吴亦凡凡在温哥华县的探世界呢 你非说给人批捕 真是丢脸呢 所以中国现在以额传额这种情况呢 真的是越来越严重了 对不对 所以人家手铐脚掉去看病呢 所以我跟你说 从头至尾都是无良自媒体 和这个想红想的发疯的这些 网红女心机表呢 为了上位导演的一出彻头彻尾的丑剧 吴亦凡根本就没有被逮捕 霍尊也是纯粹被冤枉的 霍尊也不是渣男 所以呢 这两个人根本不是污点艺人 赵薇也没有被封杀 这一切都是无良自媒体和这些吃瓜流氓 联手炮制出来的一些无聊的谣言 对不对 靠谣言获得流量 靠谣言出名 靠谣言来取得热搜 真是可耻之极啊 丢脸啊 中国的这些媒体